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 中午有些事情搞,沒有跟大家做節目 希望大家不要被事嚇倒 因為恆生指數今天曾經穿過3萬點 現在叫做炸家衣企運 但其實還有很大的危機 今天可能收穿 所以如果剛才未曾問問題的朋友 歡迎你們在YouTube、Facebook留言 我就盡回答,盡回大家做了斷 當然,在未問問題之前 我要說一下我對於市的看法 老實說,我經常說3萬至3萬1 不可以失去 老實說,跌穿了3萬之後 我當然是尋求真剔了 了解一下其實 是不是3萬Sharply是那個點 不可以穿 如果是不是2999也要怕股災 是不是這樣叫做爆邊 容許我姦茅一點 就去Clarify 究竟下方的必首位其實不是3萬 那到底是甚麼呢 又說3萬至3萬1 range 好了,我逐個點給大家看 原來過去2月和4月三次很近底位 分別就是這樣 原來就是29507、29459和29518 換言之,在三個低點的時候 原來就加起來 其實是約2萬9500的位 原來我覺得這個位置只要不穿 其實都不可以說得上 是向下突破三角 為甚麼呢 當你藍色線連好那麼多個點 譬如,藍色線連好那麼多個點 下方連好那麼多個底 其實應該籠統些說2950 零不穿都沒事 當然啦,3萬不穿更加沒事 不過說真的 今天穿3萬的機會其實都是高的 好了,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即是說其實可以容許多500點的跌幅 當然啦 500點的跌幅裡面 都有東西是升,有東西是跌 有東西是跌得少,有東西是跌得多的 譬如騰訊就沒有彎轉 譬如大家看到的 如果看到20大成交榜裡面 其實說真的,天天看《財經台》 雖然免費,但也有些東西學 譬如我整天說 穿405,就見385 我又指光給你看是怎樣看出來的 我在TVB都說過 結果現在385也沒有了,381 昨天,前天就開始穿啊穿啊 我就說,還是不要罵啊 385是參考支持位 沒有人說不能穿的 如果一穿就穿的話 就要看366 ever,就說360 我又尊重女性 於是我說360也是的 即是無謂去估底 明明是弱勢的 所以其實今天還有人 362血肉長城 我都不知道那些人是有沒有看《財經台》的 我只可以說 其實362算得是怎樣呢? 根本就不是支持 所以就是這些情況 信譽、瑞昇那些也是 都是那句 你保持不保持 是自己的選擇 今天其實還有人在問 騰訊、信譽、瑞昇 其實 雖然信譽你一早就拿出保股 但是騰訊、瑞昇 其實還保持不保持 你這樣看著它滾下山 輸錢 我於是乎 我回答他 沒有的 如果你分開長線、短線錢 如果你真的想要儲貨 尤其是有些人 真的 擺在八成那一部分 即是說儲錢那一部分 就不是短炒滾來滾去的 儲錢、月供、南炒 其實說真的 你不趁它低位供多些 難道高位供多些嗎 那情況就是 沒有的 我覺得長遠的增長是在 不過如果短炒 那筆錢的話 說真的 你穿四零 也好就 那就不會搞到三八五 好了 你說搞到三八五了 已經走不走 我都是那句 現在我看不到 有轉機 不過今早 其實已經教了大家看 那些什麼 空頭變多頭 即是線位要排好 才再次入過 其實那些就講了清楚 我想大家都明白 那 那就 不要緊的 信宇、瑞昇那些都是這樣 那 信宇我更加就不要它 那瑞昇那些 那些也是等排好才 再戰過又行 Hello 那其實今天都多人問 2186 那又是那句 2186昨天的位置 八了三八了半 是OK的 那其實今天又八了三 那你又OK嗎 那你自己拿些貨底 我不阻礙你 因為始終 so far 若股 還有就是不是六頁都好 其實都偏向強過的事 那你譬如開回 2186的時候 現在我覺得就不會太差的 那就 不過 如果你問我 雖然你拿貨底 拿貨底死極有個抱 但是我就不會教人家陰竹拿貨 那陰竹就是高開低走 現在這樣 所以我都是等候試有反彈 就會比較穩陣些 那今天其實都多人講27 因為27就很少就陰 而且你其實見到 它在高位一邊繞個彎 繞個彎之後 不應該失 之前說經常失親20都見50 50就彈的 其實今天失50 所以又是那句 長線還是計短線的話 其實今天就肉算了 只要今天收不到 68.95 即是69元 齊頭的話 應該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情況就是 我會這樣覺得 我覺得情況 像是 小心點 小心點 變成了 自己看緊一點 穿了50天使 還有些人問874 其實874是玩突破的 其實現在企玩突破 你就不要管它了 那些人問874是什麼 874這隻東西 少說一點 白雲山這隻樣子 事實上 今天陰竹 又是那句 沒有貨的話 我沒有人叫你買的 因為陰竹怎麼買 但是情況就在於 如果一浪一浪 這樣玩 這樣撞 這樣升穿 現在就當它後抽先 後抽不穿的話 基本都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留意這隻股份 今天收市就出業績 現在其實這隻股 都排好多頭排列 業績正路好的 都看過下 之前一些月份的數據 所以就 看看吧 看看星期五的時候 即明天 股股可不可以 在這些後抽之後 就向上 看緊 27 穿五十天線 剛才說了 保股 216 2186 講完 2318 700 跌到highhigh 好灰 700 何時再上升 Jason 我知可以說 你都算是財經台的忠實 那等 我想你不是第一次聽我說 這兩隻股份 是業績後轉弱 騰訊 跟著平保 都是業績後轉弱 他就差 那個分拆衝景 就沒有時間表 那你繼續 keep定換馬 那我真的要說說 2318 老實 其實我又不是很明白 過往 你叫你多拿一隻股份 一天 你都驗多 又不知為何會因為這兩隻股 而坐了那麼久 那 理性點去討論 那這隻股份 7925 我不是現在說的 你試試看財經台錄影 日日說 親平保就說7925 不能穿 現在穿了 那還可以怎樣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眼光 眼光就是 穿7925 是不行的 就開展跌浪的 所以現在 78.6 那我會覺得 73件 就等於我當天說 穿405的騰訊 385件 可能你都不相信 那今天就是 385到穿 那如果7925 穿的平保 我說 73件 那你就游 看看準不準 我只可以說 都是那句 你空頭 你要變成 多頭 才是真正直播 好啊 順便照顧一下 Facebook的朋友仔 就說 27號69 有貨王金周 為何會跌 求答 今天的市跌 大哥 市跌 估都要跌 但情況就是 在於 有人跟我說 快來1號了 等等 都行 老實 今天 其實27號 穿之50天線 你說 是不是好好好 大支音燭 又好像 不是 所以 你就 保隔 保隔 一號的數據 不過 黃金周的數據 是6月1號才出 不知道 另外 2186 要止蝕媽多餘 上網10元有望 當然 2007 2318 剛才我講完2318 我講完2007 很少回答Facebook的觀眾仔 所以回答一下 反正他們問股份都很大 2007 門 橫行 不用走 因為只有門字 有甚麼好走 175浪頂入 是否財行渣 其實今天我最主要 highlight兩隻號碼 真的 其實我寫在這裏也對 一隻 一人都聽 不是只有Facebook那兩個人聽 一隻就是這隻 一個價2318 就是 6... 是79.25 我自己差點都不記得 79.25 而這隻就是21元 這兩隻股份都穿了 2月份低位 展開跌浪 所以很多人問 長渣行不行 我只可以說 長渣不用死 長渣也要死 不過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捱 難道你認為長渣是無敵 有很多股份 你渣幾年都未必回家鄉 那 又是這樣 175 21元 我已經連續 每天說了幾多日 這個位置就是21 現在穿了 至於 你說走不走這些事 我按不到你的手 大把人 許小姐打上來 我叫她走 她都不走 世界上 實有這些人 我只可以說 我跟你說走 你會不會理性做 理性的話 我欣賞你 不理性的話 我祝福你 很難得 先這樣穿到2月份底 所以你要做些事 不是清 可以是減 有個聽眾朋友 他都跟Jason說 只一半 沒有人說 all or nothing 這個世界 尤其是我最不喜歡的人 就是 all in all out all in all out 多餘 入一半 出一半 如果覺得不對勁 先減一半 再不對勁 減一半 如果減一半 但我還有一半 繼續 寬起上去 到時破頂 我又加一半 那你175 穿21 2318 穿79 二毫半 沒有了 還想怎樣 開沽嗎 曾經有個小姐問我 現在我硬要做淡油 你覺得你沽700好些 還是2318好些 老實 700都被人沽到殘 405穿原 305又穿 雖然我覺得還是跌 二跌難升 但是 700現在才沽 會不會好像好搞笑 至於17 2318就不是了 今天 first day 穿底 175 first day 穿底 當然 我以上不是教大家沽 我經常覺得 沽 反正 賬金 正當貿易戰突然轉 便會夾到金 但情況 當然 可能性較小 尤其是 沽指數 我又覺得 免 即是有時 指數又更加被人操控 所以有時過股 過股 如果你看得到心水 你就搞 我不教大家 平安好醫生不是很矮嗎? 我必須要離身 其實不關危危事的 是我自己懶惰 我其實到今天截了 我都未曾入飛 一手都沒有抽 可想而知我不是說他衰 可想而知我多不育緊 媽展我又miss了 cash我也miss了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搞出什麼 我一手都沒有試過 所以你都不用望到時候我告訴你 我抽不抽到 我一手都不記得了抽 不記得即是不緊張 緊張的東西不會是不記得的 是不是? 去到廣告先吧 廣告之後講一下收市搞成怎樣 好 回來了 暫時進入了競價時段 現在恆生指數跌在328點 跌股過千億 真是你說真可憐 剛剛跌夠3萬點 29999 如果U在這個位置 真是很開玩笑 剛剛就在3萬以下 我只可以說1000億當然大了 又不是那些天良 你記不記得我們2月的時候 試過2000億的跌市 現在1000億其實很閒 但情況就是 但還是失了3萬 但記住 剛才有人沒有看第一節 我還是說一句 真正的破底突破是29500 所以我很多5塊給他 我現在不是覺得那麼害怕 好了 不怕說不怕 沒有人叫你買貨 不怕勇敢也是保持貨 沒有人勇到要買 如果你想想 前兩天我說不怕 但我每天都和大家說不要買東西 如果你買了 你便硬吃成五六百點 過去這兩天 是吧 幸好 節省 然後2318 有人說 為何跌那麼多 你看看A股 2318跌4 很多人以為A股今天不開市 其實不是 A股今天是沒有北水下來 其實A股是有開市的 那 那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A股又開市 今天還是世紀大流出 我看回 今天心股通 因為我知道今天沒有北水 但我都會關注一下 究竟他們有沒有吸水 心股通今天流出三十二億 三十一點九八億 是有心股通以來最大出血 是阿爺出血 不是我們出血 那 互股通今天北向 也有流入一億六 曾經很大流出 但後來最後回合上 所以 今天 overall 北向合計 是流出三十億 而這個數是歷史高 所以可能 始終大家都記住 中美貿易戰 反正他們又關了互聯互通的門 所以可能在臨山之前 那些人可以走就走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又再看看 現在二十大成交額榜上 又看看你們問什麼 儘量回答你們的問題 有個人搞笑的 他喜歡問雷蛇 其實雷蛇每次都有人 拿出來問 就被我罵獲金 有一個叫做胡潤泰 他說雷蛇1337 有沒有機會跌到兩元 留下長短線 怎麼看 麻煩 有沒有半身股 會跌穿 招股價百分之五十 好 那我就回答你了 會不會跌穿兩元以下 當然會 一元以下都會 雷蛇以下就不會 因為技術上不會有負數 長短線怎麼看 長線又垃圾 短線又垃圾 因為不賺錢的公司 就是垃圾 麻煩 有沒有新股 會跌穿招股價百分之五十 跌到 隨排都有 你不記得嗎 你不記得嗎 你不記得那些什麼 什麼紅糧 還是什麼 大把 所以 所以你說沒有 有沒有 當然有 正所謂 IPO那天 我已經說 不要抽雷射 那時候 人們經常問 抽不抽雷射 對不對 那有什麼可能 保持到現在 我都不明白 哪來的勇氣 保持到現在 你不覺得圖是這樣的嗎 這樣的嗎 一隻 真是四大天王 是不是 四大天王 雷射 中安 月文 逆陰 四隻都 真是 很不得碟 亦都這樣說 六零六零今天又穿底了 六零六零今天最低見過多少 又是那句 我都不知為何會拿到今時今日 好像完全沒有感覺 那些人 為何不懂得走 難道真的要剩下 現在收五十四個八 難道要剩下五個四十八 你才知道 五十四個一 今日day low 是上市新低 順便數多隻 月文 你想一下 阿媽都掛柴了 難道兒子可以 月文 六十三day low 是上市新低 競蝕以億計那隻 更加不用多說 這四隻簡直 由四大天王 變成四大過街老鼠 逆陰 今日day low 四個一毫半 雖然不是新低 但都貼到低 所以這四隻 算吧 是啊 四大天王炒高 派貨格 現在新四 現在有沒有新四大天王呢 現在有新幾大天王呢 1716 1716這兩天浮回 不過自己又尋回 這條毛 跟手還有一隻 是不是奶茶 1715 1715 175 這隻奶茶 賓士是多少 我試試 賓 1705 嗯 那這些 就準備做第五 第六大天王 這兩隻我 很歧視 簡單說 總之 都離了 基本面 升到都 總之 他日 正所謂2015年 有931 中國天然氣 今時今日 有條毛 跟杯奶茶 還有隻眼 三三零九 這些也是 做四大過街老鼠 是啊 算了 所以這些 好醫生 我也是那句 上市 賺錢 應該不難 即是叫哪個股東 賺錢 他的公司繼續是虧錢 但是你不要貪心 否則你就變成 咦 可能新四大天王 是隻眼 奶茶 一條毛 還有好醫生 我不知道 即管咒 他 反正我都沒有抽 情況是在於 小心 如果上市 基本上有賺 都可以賺 咦 跳定了 給你七點 那麼大把 你 真的當你刻意 三萬零七點 那麼 一千零八十億 一千零八十億 那 就 OK 又不算 經價其實不是多了很多 不過沒有北水 經價其實多了五六十億左右 不算是多了 不要緊 總之大成交跌市 稍微大成交跌市 又不是天亮成交跌市 好了 又輪到應驗你們的問題 三八八怎麼看 三八八呢 他又衰不完 雖然我經常看少他 應該這樣說 穿這個位子走 穿這個位子 即是準確地報道給你聽 是不是二百五十呢 不是 先拿準一點點 當時那個底位 就是二四九 二四九 二四九 二四九村就走了 到時又是一底低於一底 是不是 所以自己看著 來吧 跟手一六六零 日日升 什麼這麼厲害啊 我就這樣看那號碼 就沒有什麼印象 一六六零 善樂 這些啊 這些升都不出奇 都不知道什麼來的 一五三零 什麼位可溝貨 十七個九號六 不用溝啦 十七個九和十七個一 其實很近 反而 正視一下它的走勢 一五三零 這隻叫做三生製藥 留意一下它現在突破之後 玩回落 回落 應該要站在一七七二 但現在好像站不到 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一七七二 應該阻力變支持 但有點穿穿 頂兩日好了 我覺得今天十字星有它 如果後市都是一支音 再插穿這些位置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清 若股 我覺得其實都頂得下 但是到時你要有心理準備 落回去 之前雙底項線 你看看粉紅色 之前曾經試過雙底項線 那個位置就是十五七八 即是說 如果這個交叉了 頂這個 是不是 那 有心理準備去到那裡才交叉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扔的 是不是 這樣 然後 1997很厲害 進 咦 1997 看看 因為1997 我知道是九龍倉 因為如果這些升 我可能有信心叫你進 因為這些是防守收息 好 破頂 真的好 真的好 不過 成交很小 動力又很不夠 只可以說 意圖論途 它已經脫離大氣層了 上方完全沒有 喊貨 最高就是5545 其實老實說 追不算高 因為前頂都是5545 而現價其實是5550 一格你都不追 一格都嫌高 老實說 我嫌它突破得不夠清晰 如果它破一元 我可能還會追 破一毫 應該是破一格 我怕它明天一格滾下來 又突破 四頂 一二三四五頂 對不對 所以問這個問題 那些人 可以考慮一下 繼續看 繼續看 看看明天可不可以 再做好一點點 好了 有個CoE Lee 他問208 他問了幾次 可能真的很緊張 不過 不好意思 敬價時段 不記得回答你 升六 不用問 升六 當然要保留 你想想今天的市場 跌成三個 都還可以升的股份 難道你覺得升市會跌 咦 倒回轉 所以不會減少 保留 1299 穿什麼 走 其實說真的 1299 很用心 我這句話 我講了很多次 對不對 我天天都講 1299 很用心 其實我真的看著 我連他剛才三點打後 阿爺 瘦了皮 然後他怎樣呢 他曾經一度 將跌幅 縮窄到四毫五毫 但後來又 又又低一點 69 不是問題 盡量去看看 看看 企圖六七 嚴格來說 應該是四條六 66.66 不過 當然 我也是那句 如果 那些價格 不要 差在一毫半毫走 雖然今天 陰燭 是無可否認 陰燭 比前兩日 星星還要陽燭 但是 業績將近 始終他的業績 應該都幾厲害 但沒計 遇上 壞事 那就 不走 先多看一半日 就是這樣 心情好 事沒什麼好看 唯有走開 是的 有時走開 回來 就 倒了 所以 走開 還走開 你都要理性 看看你的股 有沒有穿底 穿底 就倒閉 不穿底 就是這樣 好 那今天的節目 其實就來到這裏為止 有些問題 答不完 就像阿華說的 明天早上再回答大家 今天是這裏 再見 拜拜